你看我说要玩逆转裁判这一套了吧 还真就是满满的既视感 这一波应该算我预言成功了吧 大家好 这是做完主线任务的提画特地理 这期我们来聊聊剧情玩法设计上的变化 之前我们判断在封单的 一定会延续虚迷剧情推理的这一套玩法 因为这个玩法就非常契合这两个国家 虚迷是智慧之国嘛 所以要动一下脑子 封单呢以审判为论 所以就更加契合这种推理的玩法了 而这次主线任务的两章审判对决 可以说是把这套玩法又深化了不少 非常令人满意 我觉得是一个很正确的设计方向 那想想看人神这个游戏 虽然说是一个内容上的游戏吧 但是内容上的玩法非常的单调 只体现在玩家看剧情 看设定或者自己考剧上 和游戏有互动的方面呢非常的爽 所以有的玩家他会觉得 看剧情是没有什么参与感的 也没有什么收益的 那么现在这个剧情结合推理的 互动设计出现之后呢 看剧情就变得有些实际意义来 因为要理解剧情才能去迎接后面的对决嘛 这就提升了玩家的参与感 再也不是隔岸关火的嘛 那么这个剧情互动的玩法体验下来 就非常像玩文字推理游戏 或者说一些其他类型的文字游戏 让我回忆起了以前玩秋之回忆 还有逆转裁判的时光啊 真的是会慢下来去体验更多的内容 整个任务的过程中呢 思路也是跟着剧情去发展的 就一直会在阅读模式当中比较友好 不像是剧情中穿插了战斗呢 阅读的节奏就很容易被打碎嘛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是原神作为一个内容上的游戏 正确的打开方式 以内容为原点 去展开推理思考等玩法嘛 把剧情上的乐趣呢提升起来 和战斗这块内容呢 去做一个平衡 那么在这种思路下 剧情的设计上呢 我觉得还可以在每个阶段 设置一些小的循环 进一步的增加任务的参与感 比如说在推理的时候 不让主角来否定我们的错误选择 而是直接进入到剧情中 让水神来驳斥我们的错误 然后呢 让纳维莱特推进审判的流程 增加选择错误时候的紧张感 再通过纳维莱特询问 我们是否有新的陈述内容 再次进入到矩阵的环角 其实就和第一场的对决有些类似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呢 一方面可以提高穷举法的使用成本 一方面呢 可以让剧情的紧张感层层递进 能有更好的互动效果 不过这种设计 其实成本还是蛮高的 不像是战斗 原魔角色 他们的附用率呢都很高 剧情的玩法 过了呢就是过了 推理完了第二次 就不会有这种紧张感了 可以说是消耗性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可能 也不会大面积的铺开 只可能出现在主线 还有一些特定的任务里 比如说角色的传说任务 或者是重要的中长线世界任务中 另外我感觉在寻找矛盾的过程中呢 不知道是我的阅读理解问题 还是文案表达不够准确 虽然我在脑海中 已经拼凑出完整的案情了 但在选择上还是会出错 有些文案看起来呢 有点模棱两可 不知道应该怎么选 那么两场停上辩论 每场的都长达50分钟 但是有了这种设计的加入 并且辅助时不时的反转 真的做到了全程无尿点 这次剧情在节奏的设计上 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 另外听听水神开场说的这一段话 那我相信 这类围绕剧情展开的玩法和设计呢 在之后的国家里 还是会得到延续的 真不愧是我给出七分七代的剧情 我觉得完全符合这个预期 并且我已经开始期待4.1的主线任务了